台湾投手无声风先发五局失一分拿下胜头 特派记者陈志曲社 特派记者罗志鹏雅加达报道 亚运台韩大战台湾以2比1击败南韩 即使比赛已结束两天 仍令球迷回味再三 特别是以业余球员为主力的台湾队 竟打败每人平均年薪达台币以1500万元的南韩职业明星队 小虾秘班倒大鲸鱼 经典战役涌流史册 其中台湾队先发投手无声风先发五局失一分拿下胜头 绝对是营修大功臣 以过往数据来看 这是相当难得的成就 请继续网下阅读 翻阅一级国际赛事记录 近十年台韩大战 总计十场 只有无声风一人能投满五局 只是一分也仅次于2013年杨耀勋零失分 不过当时杨耀勋因伤只投2.2局就退场 在无声风之前 能对南韩投满五局的台湾先发投手 亦是11年前亚锦赛的林温宇 投五局失三分 事实上 近十年一级国际赛事台韩交手 台湾先发投手几乎都被打爆 包括北京奥运杨健福一局17分 隔年经典赛李震超0.1局也失7分 2010年亚运林一豪二局14分 2014年亚运王月林一个人次都没解决就狂失5分 去年经典赛陈关宇1.1局失三分 可贵的是 这十年台韩大战 台湾先发投手生涯都有大郭之棒 只有无声风是纯业余投手 而且他过去还是兄弟项链携牲 竟能打败生涯以赚进新台币几亿元的大投手梁选种 写下传奇一页 一级国际赛事台韩对战成绩 写下传奇 写下传奇